好,歡迎收看今晚的《X》,都無聲了唄 好,我們繼續說回接觸的故事發展 記住,之後發展應該會去到日本人指示邊前 就是利休開始有他的行動 所以之前也帶出了一些有關的人物 例如明治光秀、雨柴修吉 主要是這幾個 但其實他幾位的人物定位 在早期來說,他早出過名字 我們剛才說,早期信長的時代 其實他不算有什麼特別的戰功 但那時候反而是鋪陳了很多人物的性格 或者伏筆 例如說,一開始古田去第一作城 他去重穩九獸年代 打人,他去衰寒那些 但是,他以為說搞定了,可以不用打 但反而同時,秀吉已經帶隊 就走去打那些城 也有一點先斬後走 而且反而,信長問他 他有什麼詞世文 就是臨死說什麼 那一首就是他逼他作的 秀吉 其實他已經看到 其實他已經是有些功於心計 那些部分出來了 反而反而,明智那邊 就比如說 他是一個很內斂的人 比如說有一次是古田 和明智那一系的人 可能說吃飯 後來有人說 就是有人說 罵信長 於是他就 上身了 上身了,上頭了 他又說 我是信長大人的近神 所以你罵 你不可以罵他 那當時明智就 平復了這件事件 他用一個很正義 正義很壓倒場 同一時間 他也是很沉得住氣的人 會反映到這件事 當然,這件事件也是後面的復不利 因為跟他對馬的就是 明智的弟弟 明智滿修 不記得 所以後來復覆 唯一扔一件事 他就拼了職捕頭 就是那個人 他之前的復不 有兩個人叫過膠 所以他到後期 管人子之後 就有些相關的互動 所以說 這件事 很多時候都有一些 事件的復不 但也容易記到 可以留意到 你記得的話 就會很回味 或者相關的笑點 他很難得做到一套歷史劇 你這麼記得他 很難得 因為第一 他人物不算太多 而且他人物其實會誇張 很搞笑 很多人 很容易入口 其實這套不容易入口 接著要講理休 終於出來了 之前你見到好像一個 一表人才什麼 查聲無雙 原來 背地都會搞這麼多事情 看他不出那麼黑 真是黑 黑了 整個人 他本身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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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簡單 本能子知道是什麼 就是 明治光秀 圍著信長 有兩間 當時的本能子 其實是前世 有鋪回前世 他這次的故事版本 用了獸吉半辨說 獸吉他想出人頭 他鄉下龍迷人出身 他想要地位 為什麼 李悠會幫他呢 李悠都想要 一件事就是 他推廣去查道 即是正常推廣到天下 都要缺入權力 其實他應該運算全公司 就是我嘛 我給你一個查證 那你天下第一查道人 那你推廣你的查證 就幫人看 好 我都幫你坐天下的位 那你坐天下的位 就幫我做這個位 就是大家 這個李悠跟他說的 這裏有個互相利益交系 那怎樣 就點一下明治光秀去半邊 找他做踢死鬼 然後獸吉 又捅就信長一刀 那成績就是這樣 不是捅了 斬開了 不是 一刀兩斷 然後信長一刀說 我被死 捉回下半身 你果然會背部 然後黏著 耶穌說 這次我的血 這次我的肉 死你吃吧 你喝吧 用自己的血來沖茶 太爆了信長 果然信長這個不是人 我看的時候 是以為 這個是不是夢來的 那樣 我沒有夢 但是真的 是幻覺來的 嚇到不了的 因為差一條腰 還可以這麼正常 那這裏是他作品裏 這些誇張的誇張 那當然了 因為信長始終在日本的信長 其實都有點神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但是太爆了 死了 不 這算是你撞了一條腰 脊椎母下半身 就動不了了 你要知道最爆的地方 是他砍完這裏 我第一句說過 你竟然不是說 這把刀漂亮 這把刀 這個是一把爆 果然是喜歡 很著重這些漂亮的人 我和你一向都是有來有過 give and take 他那種氣勢 嘩 很厲害 他剛才很害怕 嘩 未死嗎 會不會殺了我 然後 喝我的茶 血茶 耶穌就是這樣 他喝得下 耶穌當年什麼分給自己 是油帶 血就是肉 一種道理 但那些是酒 這些真的是血 血啊 沖茶 應該是有五分鐘到十分鐘 他還沒死 是咯 你這麼厲害 一刀都扔了十 但是如果從一個比較特別的角度來講 如果他不用水 他用血的話 其實會有些吊詭的情況 即是用一些現實的 結塔塔 第一會結塔塔 因為大家都知道 茶到日本為什麼要用一個掃 就是因為他用茶粉 那些碎了的茶葉 其實他會很容易就 積在面上 即是好像大家去沖咖啡 浮了面 或者那類的東西 都堆在面上 所以就要用東西掃回去 即是為什麼要用茶包 是唐真道理的那些東西 所以其實如果他用這些 這麼稠的東西 那一盒就變得像虎仔 應該就很難喝 應該就不知味 應該比以後來伊達的六倍 所以之後 阿厚醫生做夢 太難喝了 真的 真的好像那些 什麼 茄汁混奶茶混架章 那些 又可以的 那類的物體 對了 好 那明治光獸那邊 這套東西是洗白了的 歷史上 阿光獸就沒有那麼 正人君子 當然 這套東西就說到 當然 我覺得這個歷史觀 人人都不同 體法的一個人物 這套東西就洗白了 就是為了所有欺壓武士,我們為了日本的寧靜,為了未來,所以就推翻了信長 所以就被人善一禍了 而且信長他分地的時候,正常是你打到他那邊,我給你一塊地 但是你激怒了他,他就馬上收回,就給他另一個 那麼他給那個...名字光手 他給名字光手的時候,就好像是他打到一塊地,然後給了他兒子 轉封他去其他地方 而且他有時候扔的地方是那些山加拉的地方 給他一些差事 就是那些山城那些,就好像後來德川被人扔了去江戶那些 還有他的藝術觀和他很不同的寧靜 他是近李休那一派的,他不是朝童來的,大叔來的 還有他們都是當時日本人,日本那些武將其實不太相信 信長說他要反攻名詞 他說打招式,就是有些不安樂 我跟他出去打,我成功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們會反抗他的地方 還有他去到後期,他老年快死了 他就開始明白了這個話題,是一個什麼的一回事 因為之前有一個復筆的,有一次他跟李休見到的時候 就說,我未必會很了解 然後李休的說法就是,越近死就越了解 所以他快死了的時候,他就真的很了解 於是後來就可以反爆炸回李休 這個就稍後再說 厲害過遊戲王的陷政卡 他其實就是復了十幾個回合的陷政卡 是復了兩季的陷政卡 然後李休,哇,阿咁一聲 其實反過來的話 銀牙的位置我們可以後面知道 你會大約看到他幾個明智,和維吉 的在劇中中,他兩個定位上不同 一個可能是陰陰濕濕,鬆於心計 一個是正人君子的,威博、著想的,傳統觀的 又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兩個人某程度上都是想不滿或者取代這個信長 於是有相應而的 當然杜火線就是一連處的事件 還有可以說另一個光秀下定決心的就是 那是猶豬,雨柴修吉是自己統治,裝模作樣哭 明知大人你去主管天下,我們家臣有安寧的日 後來因為他打無理 因為大家都知道,去到後期就是 信長派幾個不同的親大將去打不同的地方 即是打東面、打西面 這些全國蒸發 那雨柴修吉,即是豐柴修吉,即是猴子 就去打無理 那他就故意搞到好像不夠打那樣 叫他們幫兵幫忙 於是信長就調,明知出去幫拖 但反過來就是猴子就想著 只要有機會他帶明知帶兵出陣 他就會去打倒信長 於是就已經想定了 就是怎樣可以在那裡拖著毛利那邊 然後又要在那裡很快地回兵 去預定去討伐這個即將半變的光獸 即是駁他,駁他 駁他,駁他 全都在那裡 大家沒有駁他,只是打滑卡 那就是一個這麼吊詭的角力 他還要爆完之後 他就有個大意在那裡 喂,快點過來幫拖 圍牠,圍牠,圍牠,圍牠 因為大家都要知道 他兩隊作為打人和支援 其實兵數上不會差太遠 所以某程度上 五五波,未必一定贏 於是獸吉就在明知真的反了 那個位置 其實他已經是要想著 怎樣照大兩部隊去圍剿 即是歷史陣天王山那一刻 於是大家會看到有幾多不同的位置 第一就是 為什麼《本能子》有一個 經常說信長是沒有屍骨的 很多後來的傳說 就是原來尼歐已經送了幾車的火藥 去玩大爆炸 即是大家在《本能子》玩子彈 放了子彈 放在日信一身後才炸到他剛好 總之有整棵東西被人炸到爆炸 炸到散了 粉碎 於是就變成沒有鹹魚 找不到屍骨 另外一個 他裡面劇中的演繹 就是說 秀吉就潛入去 《拯救明物大作戰》 是啊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炸到那個人粉碎骨 但是明物是沒有事的 很神奇 不是他有些拿走了 有一個外國人 好像是沒有外國人 對 這個是宋獎的 這個是宋獎的 這個是給你 對 對 真的是婆婆 不要用Montain用語的說 OK 裡面有一個都算是原創人筆 就是Susuke Susuke Susuke Susuke不是左戒嗎 對 他之前那個叫什麼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不是黑黑黑的那個人 鬼佬 對 那個鬼佬 鬼佬不記得 對 總之那個黑人 那個黑人 後來 因為 來了 好像叫做 對 我唯一不記得那個人 然後 他記不到原創 鬼佬後來沒有出現 不是 後來是離開日本的 他好像叫Susuke 他好像叫Susuke 不要理 對 其實他是個大隻佬 然後 秀吉就跟他 約了一個 跟班 回去收拾名物 走 但是 什麼收拾寶 什麼收拾寶 於是大家就被人點了相 對 於是也有後來的一些事件 又是一條伏筆 對 很喜歡的 當然 當這個本銀子炸到散了之後 兩位人兄就會回去抄襲 第一個就是信了我弟弟 這個積田長益 另外一個就是有樂齋 另外一個就是積布 但是積布回去就是 我們就開了三分鐘 阿長益就是去 我們看能不能收拾東西 先 是啊 一個就是 連銷 另外趁熱 一個就是 趁他四點鐘那些什麼 吉啊花啊 回去收拾回來 兩個心態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最好笑 一個是收拾東西的那個人 其實是死的那個人 一個親弟 這個是最荒謬的地方 因為本身你看前面的鋪 信長對家人都不是特別好 大家都是說利益 所以這個很正常的 叫你 當然啦 他講到這部分 事後 可以說 本銀子以外另一邊 秀吉其實 自己人就動身了 一個是執名物 但是很快 又快馬回到那邊 帶兵回來打 就已經準備好 因為 幸好當時 明智光好像是 看你這個人 原來 玩我 打你 很正常 但是幸好當時 天下那邊 那些武將 反而近了 猴子那邊 搞到明智光 十無人幫他 當然啦 他裡面的重點 可以說 為何古田 跟他有到 後來重要關係 我看來 之前都幾個朋友 之前已經有些關係 認識的 第二就是 古田的妻寇 即是他老婆的哥哥 那個 打到打到仗 對 於是他就說 竹宗 忘了叫他 有他 他就說 他就說服了他的妻寇 幫他秀吉 於是令到秀吉的軍力 中村清秀 對 中村清秀 還有 本身 李一靈 和門師兄弟 高山左近 有幾個不同的武將 都是近京基附近的人 相應地響應他 於是 其實那個部隊 已經去到最後 是明智的兩倍 於是打天王山 幾十萬打二十幾萬 沒有 不是 他是四五萬打兩萬 沒有那麼大 玩到那麼大 是猴子後期的大 因為當時是 記得 就算你說 清秀那邊 左駕真的 走過來勸他的 是 勸他 勸他 哎呀 死了 因為兩邊都寄信過 哎呀 怎樣呢 我們身為這個信長大人的 神 我們不可以對這個契察 然後 你知道古田那些誇張的表現 劇中 對 然後就會說服到他 於是 守吉就 啊 你 帶了個這麼重要的幫手 很感激你 我喜歡你 可能 以故事看 如果當時無謀 左駕在那裡四出奔仇 後天沒有那麼多兵 可以打 違反他 可能那些兵 都罰走他 對 平時幫手 但當中的部分 就是散略 這些部分 就是 後來 正常地 打贏 光手 但我們要補充一部分 就是 猴子 調兵回來之前 李休 有去過 毛利那邊 去毛利陣前那邊的雨柴軍那邊 去跟他說 應該差不多搞定 你是時候調回來 還有 獸吉的弟弟 就是 瘦祥 瘦祥 亦都有過去 鎮壓著 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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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但我看到 有個互動 當然這些部分 不算太重要了 但去到最後面 就是 明智敗酒 這個跟 事實有點相似 因為其實 他們說 他是 山崎之戰之後 他就是 在山間裏面 被普通人殺死 他幫過和尚蕩都 對 他那個就是 天海真正 就是 後來又到他 德川的黑衣城上 黑衣就是 黑色衣服的黑衣 不是黑蓋 黑錢 這個天海真正 當然 也有個復筆 因為殺他裏面說 就是 爭兵 大家都知道 信長大陸天魔王 他是滅佛的 那些人 打本願子的人 所以 他就有那些真兵 過來還拖 你曾經幫過 上長做這些 於是他就要殺他 但當然 明智最奇的 就是 德川家康帶兵 來幫拖 於是 這首絕命詩 就留在德川手上 後來的陷阱 沒有後半的 因為之前 德川和明智 也有交往過 對 大家同行同審 即是大家 B.L給他套 對 真的 一夜夫妻賣恩 所以 打平了 正確一點 那個套是打媽 其實那隻是蜜 所以就有兩個套 腳套就是一隻蜜 OK 兩個男人當然要兩個套 絕對是這樣的 於是又有這樣的關係出來了 於是後來的關係就是 一直拖到 拖兩季之後才爆出來 拖很久 那當然 其實說到去到 明智時計 你可以解釋到 古賢 他在武道方面 為什麼可以出人頭 因為第一 他幫了 受吉 當時是最大的功臣 對 也算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同一時間 他也同意到 剛剛那個黑鬼 應該是薩斯基 他知道 因為薩斯基跟他說 殺這個信長的人 應該就是乳柴修吉 於是他作為一個 知道一部分真相的人 他當時還未肯定 也作為一個功臣 在事後來說 於是他也有機會去問 這個 受吉 然後受吉也是承認 於是大家有什麼秘密 大家都是 share 同一個秘密 應該是捉痛腳的 不是 古賢神羅寶 這個痛腳威脅過他 但是他 你捉住我痛腳 我先對你好一點 他是守物者之一 了解事件的人 當然 事後 受吉也說 嘩 你封你又大名 其實也很安撫 對 我給你一些東西 你不要再拿 那類的東西 所以 其實 他的薪金方面 發跡了 相對然 後來也說 再後期一些 會有官職的東西 但是這些是再後期一些的東西 但是 反過來 在他的資金方面 充裕了 可以燒東西 手行又要賣東西 可以燒東西 何知買東西 又把自己的東西 開廠 在美龍方面 就是大展拳的 做茶器的部分 但是同時 利休方面 我們可以撇除了很多茶道的東西 他主要幫助守吉的目的 可能就是 我要把黑茶碗 直證茶 或者上次說過 寺院茶的新樓派 怎樣發揚光大 因為他覺得 我們沒理由會差一個唐蜜 那些東西 於是就推廣這件事 其實去到後期 他真的做到 即是可以說 因為守吉統一天下 之後做到這些 這樣的結果 出到來 其實他再威風一些 那些茶具 在這套動畫 是未有會出的 他應該是 斬軟 千里休 遲些再說 斬軟 斬軟 在漫畫才有說 動畫沒有的 這個是我們 之後再補充的部分 但是 在那個時代 又會看到 利休 他開始說 那個黑茶碗的文化 當然有一點幫助 因為千里休和守吉 都是主事人 於是就會推廣這件事 某程度上 在物質上 令到 李休的茶道文化 是可以得以擴展的原因 好 我們下一次回來 再說一下 是特別版本 來的 說一下 是特別版本 來的 說一下 說一下 是特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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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特別版本